然后这里呢我们就加入适量的糖水 刚好泡过血液就可以了 然后就把蛋液装进盾中里面 叮叮叮叮叮 完美 这一期呢就跟大家分享一道人见人爱的天品 雪焰冰花盾当 那这道天品呢之前有在四京海味的直播平台做过的 之后呢就很多雪焰PM我哦 叫我示范多一次 好今天我就示范多一次 来我们看看材料 首先呢我们就有准备了这个西洋生片啦 过后呢雪焰呢这个是泡发好的 这里呢大概是用了两三克的雪焰来泡发 过后呢有两粒的红枣 还有冰糖花我是准备了五十克的 过后呢搬蛋液 这里我准备了两粒 然后四粒的单手蛋 再来了两百五毫升的水 好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就要先煮一个糖水 OK我们把大概七十八千的水我们倒入 然后我们开火煮到冰糖融化为止 搬蛋液也放下去 过后呢我们就把红枣放在雪焰这边 然后加入西洋生片 OK 十粒单手蛋啦 好煮飞过后呢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呢我们就加入剩下的水 这一步的目的呢就是不要给这个糖水太烧 如果太烧的话呢我们的鸡蛋放下去 基本上它就熟了 好现在我们把鸡蛋搅拌均匀 糖水我们先倒上来啦 然后我们再把鸡蛋滤滤 那鸡蛋滤滤滤过后呢等下我们炖上来的时候 它就会更加的滑 OK好 嗯倒回上来 然后这里呢我们就加入适量的糖水 刚好泡过雪焰就可以了 OK剩下的糖水呢我们就装进去这个蛋液这边 然后就把蛋液装进炖中里面 好这里我们开大火等到它冒烟 我们计算10分钟 10分钟过后呢我们再回来看看 好已经10分钟了 叮叮叮叮 哦刚才忘记告诉大家 一定要盖上细纸 不然那个水蒸气倒流的时候呢 就会影响到那个炖蛋的啦 OK我们先开来看看 哎哟 哇哨 哎哟 哎哟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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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完美 好可以起了 好起上来之后呢我们就先把糖水滤掉 糖水很必要 只是要炖给它那个雪焰入味而已 嗯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 放上去炖蛋 煎啊 好一道人见人爱的雪焰冰花炖蛋完成 那么这道甜品呢 只要你跟着我所有的步骤 就可以轻易的完成了啦 那爱吃甜品的朋友 记得把这个video分享出去 给我一个赞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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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